字幕作词 李宗盛 另外来看看猫里狗是在日本 其实很早就出道了 是的 你已经在日本拍过九本写真集 对 当时只是来台湾四天三夜的旅游 第二天就想跟公司解约留在台湾 对 哇 所以我觉得 来台湾是我的命中注定 真的是第一次来台湾 是一个人旅行 那时候真的好像被打雷一样 就是真的我不想要回去 那时候 你来什么地方啊 对啊 就是没有特别做功课就来了 你看到什么 觉得你要留下来 哪一个帅哥 就是没有帅哥 就是没有 不是遇到帅哥的关系 就是真的很普通 就是大家去观光的地方 去酒粉啊 去档水啊什么的 就是那时候也没有台湾朋友 所以我身边的朋友 我问他们说 有没有台湾的朋友啊 因为我要去台湾留学什么的 就是都没有特别的那个背景 对 真的好像被打雷一样 你这酒粉这些地方 你是看到什么东西 让你觉得被雷集的感动 好像有一点怀念的感觉 因为就是台湾有很多看到日文的看板啊 对 在日本很熟悉的店子啊 然后打开电视就看到海贼网啊 就是那在台湾那在日本都有啊 更多啊 但是的确都是跟日本不一样 人讲的话啊 就是人跟人的距离 就是就像我那时候第一次来 但是我北来一边去 从零开始学中文 所以我想要试试刚刚店家 就是讲读文的话 互动 但是我的发音好不好 所以大家都听不懂 但是他还是很愿意听 然后还先是找会长日本的朋友来 我们台湾人都会这样 对对对 这个清洁感让我很感动 对对对 碰到日本美女来询问的时候 会更热心 对对对对 也也行 真的 会把全班同学都找来 一起听听听听 对对对 所以真的回日本的那一天 在街场 我很不可思议 我不想要离开台湾就大哭 第一次的感觉 然后回到日本的街场 就马上跟那时候的 日本的经纪人联络说 我想要台湾的事情 就是谈解约 这样就解约了 然后真的隔了半年 真的放弃了日本一切很稳定的工作 中来台湾的 那时候那一次 真的没有遇到什么帅哥吗 没有 人家真的没有啦 就这样子 对啊 你这么人生中这么 这是很重大的决定 没有什么 我约跑来台湾 你有没有去算过命啊 什么前世今生 是不是 之前在台湾有留下什么 一定要来许愿之类 我现在觉得应该是 让辈子是台湾人 一定有缘分的 对啊 我惊讶的部分是他太快了 第二天就出席 我花了一年嘛 这一天就出席 一个礼拜就来 不过听说你一度是很穷 穷到没有钱回日本过年 因为那个一开始的工作很不稳定 所以一开始的生活都是用老板来的 这边花 所以一定要省钱 那过年的时候机票非常贵 所以我不敢回去日本 所以我待在家里一个人 在上网的时候呢 刚认识的一个台湾朋友 问我在干嘛 我在家一个人 他说这样不行 来我家吃年夜饭 对啊 因为出戏嘛 对 但是 台湾人真的好感人 对啊 但是日本人很客气 而且觉得这么重要的例子 打扰人家很重要的一个晚餐 我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又很想 很想知道台湾人怎么过年 而且还可以省一餐 对 所以我还是去了 那除了那个朋友以外 他的家人很非常非常欢迎 然后那时候我的生命也不是很好 但是很开心地一直吃饭 还甚至爸妈给我 红包 对 他们家觉得多了一个媳妇的感觉 真的 对 那个朋友那个认识也真的很 没那么久 不过峰回路转 台湾就用另外一种更大的爱 来回报你 你出道第一年就演电视剧 第二年就拿金钟奖 对 我是真的超级幸运 所以她说命中注定 她就是留在台湾了 路还是开了 后来2017年的时候 你遇到你的先生 对 怎么认识的 是 朋友 一群朋友的 里面的一个人 那时候 一群朋友一直吃饭 然后里面有很多日本人 日本没有很新鲜的日芝 意思 对 台湾的日芝很好吃 所以她特地跑去外面买一室日芝 回来给大家吃 我看她这样子很清洁的样子 然后我跟朋友说 我未来 也要吃很多日芝 结婚的话 我想要嫁给 卖日芝的 像大家这样子的人 暖男 对 所以我对她很印象很深刻 但是之后都没有联络 因为几朋友里面的一地稿 好 荔枝收成结束了 对 后来 是因为隔了两年之后 我想要找中医 那完了 又找到她 对 对 刚好 实际的名语 对 刚好在那个FB里面 她播 我就已经找到很厉害的中医 然后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找中医 然后刚才联系 真的是有联系 是第一次 真的自己主动联系 两年后的才有联系上 对 然后 因为中医是很长的时间 对 肯定每个礼拜要去看中医 对 所以 因为有这个理由 我们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会见面 然后 后来觉得 没有到不行了 你本来是不婚主义耶 就因为她改变了 对啊 因为我本来是很独立 自己决定什么 就要做什么的人 所以我自己觉得很不适合婚姻 但是后来觉得 遇到她之后 我觉得 刚刚生活很舒服 她也没有指质我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做自然人的结婚 存起自然 她真的很独立 说走就走 工作说放就放 就离开日本来台湾 不太想日本人 日本人很小 好像日本会犹豫 想很多 反反复复 对不对 我也觉得 我应该是台湾人 你应该是台湾人 结论是 他本来就是台湾人 他比较像张东民族 不是我吗 你老公求婚的时候 很有创意 就是因为他平常 不是很浪漫的人 但是求婚的时候 他很努力 然后他 那时候我工作结束 后他来接我 然后带我去河滨公园 那时候已经很晚 那他到那边 他说你下次看货车商 货车商 打开一下 就有这样子 哇 他准备了季节 然后这个照片 那个我们两个人都要护照啊 两个人的照片 然后这个嫁给我 也是他自己手工做的 哇 我们会是打开 真的会惊喜耶 哇 嫁给我 全部都立之铁的 但是很好笑是因为 我们俩只有两个人 所以他想要记录 那个求婚的画面 但是都没有帮我们拍照 没办法拍 他使用的那个行车记录器 然后按照 后车商的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记录到的是 只有我的 别的 哦 好 好